我會講講,如何有聖年強烈的因高,和不受人影響,和處理到生命的問題 基本上,所有人的問題和同神關係都牽涉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對神的信心,祂說了一定做 其實我們都經歷了很多,神答應了一定做 所以詩篇139篇16-18指,你所定的日子,我上未那天已經在天上寫了一道 寫了一道是不會改變的,這是一個完美計劃 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字也講到,將生在獻上當作活際,然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生而變化,三件事,將生在獻上當作活際,將生在獻上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心意更生而變化 就叫我們測驗何為神的善良順存,可喜悅的旨言 就叫我們分裂到神的善良順存,即是完美,可喜悅的旨言 即是說,如果一個人不將生命獻上,又靠化這個世界,又不心意更生而變化 他就行不到這個完美計劃 這個完美計劃就寫了天上 你能否入到就在乎你,你全身就能入到 你不畏身就不能入到 神給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最好的計劃,只要他聽話就會美好 而很重要的是,這個計劃是不會因為別人而破壞 如果因為別人而破壞,如果神寫了 神到天堂跟你說對不起,因為你家人這麼壞 所以你就行不到我的計劃 神不會這樣,為甚麼呢? 他既然計劃了,就不會到時行不到出來 但有一個人難阻擋,即是別人阻擋不到 他怎樣做都阻擋不到 一個人阻擋是誰呢? 對,自己 即是我們不聽神的話,我們會被人影響 我們不親近神,我們不發揮生命 我們就行不到出來 但人往往很多時候很害怕 這個人對我不好,那個人對我不好 這個人罵我,這個人傷害我 或者我有甚麼困難,身體問題等等等等 很多各種問題 通常來說都是人經常想這些事情 有甚麼後果呢? 就會沒有信心 和神關係疏遠 沒有力量 而且他對我不好 然後我就反抗 或者罵他,或者發脾氣 或者睡得不好 就會影響 但如果我們說,甚麼人做甚麼是他的問題 如果我錯,我認錯 但如果他錯,我不用害怕 但我都可以對他柔和謙卑 同時又祝福他,但我不用給他影響 但這件事是需要學的 你上網看Youtube 我看見《堂牧師》《輕鬆得勝》 其實我很多教導都說到這件事 就是不被人影響 深信神的計劃,安定在天 是沒有人能夠改變的 我認識了兩個人 是上天堂看到這個生命冊的 這個生命冊很寶貴的 是有天使保護的 是神寫在天上的 即是我們的生命是 神是整定我們好的 但西人說,整定不好 我們是整定好的 只要我們聽神的話就可以了 聽神的話,神就會供應 會加力留給我們 也會身體健康更好 因為為甚麼呢? 越放鬆 人越輕鬆 身體就越健康 越輕鬆又愛神 又相信神愛我們 聖年聖母很重要 就是相信神愛我們 一路祈禱的時候 因為聖經說 她的婦人 已經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 不連須她所生的兒子 即使有忘記我都不會忘記 神經常掛念 這個二塞書四十九章 神是因我們歡欣喜樂 西方亞書三章十七節 因我們歡欣喜樂 是很開心的 她又在我們前後環繞我們 按手在我們身上 CV1839篇第二節 整天在我們前後圍著我們 你親近神其實很容易 只要你的心說 神啊,我需要你,我一定需要你 我要靠你,我依靠你 我又愛你,親近你 她就會來到你身上 其實任何人 你每天都這樣親近 你就會越來越充滿 按手祈禱是會幫助的 有什麼幫助呢? 按手祈禱很像你踏單車 有個人跟你推一下 不過推一下,推完之後 你自己要踏的 按手祈禱,聖靈的臨在 是會臨在一段時間 在聚會,如果你參加聚會 你會發覺在聚會比較強 即是按手那一刻 立即跟著更強 在聚會的其他部分 已經弱了少許 春梅體更弱 翌日更加弱 但如果你一按手之後 立即不斷地保持 完全地投入,放鬆 很愛慕神 又很感激神 我所經歷的真是好 其中一點就是 聖靈的能力勇過你 你放鬆,不要緊的 我們會有人扶你 跌倒本身沒有特別的幫助 不過當你撐住 你會阻擋聖靈的工作 但你放鬆,一湧過來 聖靈一湧過來的力量 你放鬆 有很多人一跌倒 立即會感動 笑、哭 還有有神的能力 醫治、釋放 完全放鬆 好像小孩子一樣 你就會很容易 我現在基本上講的就是 無論你什麼問題 健康問題 心情問題 人的問題 或者是 上四年恩高 都是一式一樣的 都是處理這些問題 深信神的愛 都告訴自己 所以看聖經的時候 不要這樣看就算 聖經說什麼呢? 全信了 神真的會照樣做 神真的會照樣做 祂說了 祂愛世人 祂真的愛世人 祂說了 遙恕我們 當我們認罪 祂一定卸臉 必定卸臉 是不會有任何的 就是離開這件事 只要你真心悔解 祂一定卸臉 只要你親近祂 祂一定親近我們 神的特質就是 祂照著祂的 應許 祂的律法 祂的懷語來做 我們跟著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很鬆 我跟著祂就成功了 不過很多人有一個 我形容它叫什麼呢? 信仰分裂症 有信神是真 有信神是全能 不過不信神在我們困難的時候 會幫我們 其實呢 祂說了幫一定幫 但是人我我我便不相信 不相信 不相信便得不到 那 一個是相信 處理生命 親近神 其中另一件事 就是放手這個世界 人越捉住這個世界 越得不到 耶穌說 人又賺得全世界 逼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麼益處呢? 人還能拿 甚麽換生命呢? 但如果我們為耶穌 圓告捨棄生命 就必得了生命 你越放手就越多 越觸實就越少 越去祝福 我們四天去祝福人 神的痛處越大 但是很多人 祝福人的時候 又加上一些雜質 他一經歷 他一經歷 哇 心花怒放 很厲害 外交很厲害 神又不喜歡 或者 為何這個人 經常都不投入 真是壞 為祈禱也沒有用 跟祈福也沒有用 幫祈福也沒有用 也不聽話 這也是神不喜歡的 神要我們就是 柔和謙卑 有耐性 不要驕傲 不要覺得自己有什麼厲害 總之忠心去做 就是祝福人 心亦是祝福的 不過人往往是這樣的 聖雅爾賽斯有句話 說到 我們的義 好像污衛的衣服 即是我們的義 我們做好行為 周時帶著不好的東西 那帶著什麼不好的東西 不耐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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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幫他 很簡單 譬如你家裡有個老人家 一邊幫他 不耐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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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教他 一間是多少 二 另一間是多少 三 一同一 怎麼會三 教小孩子的數學 他經常都忘記了 教英文都忘記了 我們就會很冷靜 我們越是做人 做什麼幫人 什麼都可以說 不要緊 他 不受幫助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因為他而激起 總之我就是努力做我的做的事 經常歸煩然比神 經常祝福人 心就會很輕散 什麼淡子都不擔煩 因為神會負責 經濟神會負責 只要我們做的 我們應該做的 神會負責 這樣的時候 就不用揹著 很多侍奉的人都會揹著淡子 慘了 好少人 還走幾個 人的奉獻又少 侍奉人員都會這樣激氣 侍奉又沒有果效 這些是神的責任 不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做好的就是 我們放鬆 算靠神 神說什麼 信靠他 他一定會祝福 這樣你的心 就會很鬆很鬆 又經常深信 神在愛著我們 所以沒有怕 每天都起床 就告訴自己 神在愛著我 神在祝福我 神跟我一起 剛剛我想說的 就是 這個心態 相信神 沒有怕 神一定照顧 我自己應該做 信靠親近 遵從 信靠他 親近他 遵從他 很容易記得 神一定凡事 祝福 這樣的時候 有一個人會 興省 又相信神很喜歡我們 於是 就容易聖聖 衝 一會兒我們 就可以操練 剛剛我所說的 你有沒有問題 想問 怎樣處理這些問題 可能知道和做到 是另一回事 因為我聖年聖會在1998年 我就 開始 這樣 深度處理 之前 不是很 留意去處理 因為一經驗聖年聖會 後來 就 隨時起落 一期左右有能力 又起落 發覺一受人影響 立即 就 沒有了起落 所以我就決意 即是那次的經歷 就令我決意 不被人影響 怎樣處理 立即他做什麼都好 他做什麼是他的事 我不用給他影響 但我又祝福他 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 他不好是他的事 我不用怕他傷害我 我就祝福他 那人就鬆了 我十幾年一直這樣處理 然後這幾年 我就寫了這個教導 就是 輕鬆德聖說 活著神的愛和計劃 由處理生命中所有的問題 情緒 被人影響 負面思想 潛意識 各樣的罪 全部都可以處理 只要你知道他不好 只要他破壞性 你就可以處理 他一出現 你立即處理就可以了 親印神幫助 立即處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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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廣山 開esten 倫雨 希望